当地时间11号 敦涅茨克武装力量领导人表示 马里乌波尔港口已经完全被敦涅茨克武装控制 乌克兰武装分子的据点目前仅剩工厂区 目前 敦涅茨克武装正在向马里乌波尔亚素钢铁厂推进 突击队已准备好在情况复杂的工业区内开展行动 主点摧毁亚素营阵地 同一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鲁日内表示 马里乌波尔的防守仍在继续 他同时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将尽一切可能 拯救该地区平民的生命 此前 乌克兰媒体报道称 驻守马里乌波尔的乌军报告 部队弹药即将耗尽情况非常困难